嗯 調色 那我們昨天晚上我跟我媽 半夜把我們的螢幕往前搬了一點 下面原本有一個落差的空間 那我們就在下面墊一個木板 讓我的另外一個監看螢幕 往前一點點 讓我的脖子不會在看那個監看螢幕的時候 一直往右 就平常調色的時候 就會一直往右看 我希望讓它往前一點 讓畫面變大一點 就是看起來更開心啦 那我們就來開心調光囉 來快速跟大家分享一個調色小技巧 那你在DaVinci Resolve裡面 你調好你的顏色 你覺得這個顏色很好 你想要保存 通常大家就會按右鍵 然後就存一個LUT Generate LUT 然後就做一個LUT 然後下次給它套入 但是呢 你通常你做好一個顏色 你不會單純只有LUT 可以解決的事情 你可能會加一些特殊效果 或者是達芬奇裡面的效果 所以你想要保存這些效果 你可以直接到剪輯頁面 Effect裡面有一個Adjustment Clip 直接拉下來 把你的顏色丟到這個Adjustment Clip裡面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Adjustment Clip 丟到我們的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保存我們完整的NodeTree 然後整個資料夾按右鍵 Export Bane 這樣就可以快速保存 你所有的調整參數 而且你下次匯入的話 你所有的調整參數 都還可以細微調整 不會像是LUT就丟進來 然後你就是固定一個 樣子 色彩風格之類的 當然 DaVenture Resolve 裡面有一個叫做PowerGrade 也是可以做出差不多的效果 那我自己是習慣 你就把所有東西丟到同一個資料夾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輕鬆的做管理 那匯入的時候也是整個全部匯入 就不會說啊這邊要匯入啊那邊又要匯入比較麻煩 你沒有帶紙器擦一擦 OK啦 掰掰 什麼OK啦 OK啦 灰塵欸 OK啦 那出去如果你接案子的話 你可能會有客戶想要你的檔案 就是你可能拍攝影片 那他可能想說欸他可以結一些小的片段啊 然後可以做宣傳 或者是他想要結個圖發個文之類的 那我當然就可以開心的給他 但是我就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因為我拍攝的全部都是RAW檔 那我給他的話他根本打不開 所以我當然都要先把它轉檔 轉到一個H264 265的檔案 他才能把它順利的開啟 但是這個轉檔 因為我都拍攝RAW檔 所以我轉過去的時候 顏色都是一個可能比較偏暗啊 或者是一個很平的狀態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我不知道我要怎麼樣去給他們檔案 就我也不可能再花時間去把 這所有的顏色全部都調色調過之類的 就管他了 反正我就給他們一些比較黑比較暗的檔案 那他們要不要用就隨便他 待會晚上有一個攝影師邀請我去吃個飯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要幹什麼 反正就吃個飯聊個天吧 好 好 一樓 結果我去了才知道 喔 他那個是有點像是符輪社還是獅子會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去過 反正那個帶我去的那個人告訴我的 反正我們就去吃個飯啊 然後我們就拍一些影片照片這樣子 然後跟陌生人拍照 然後微笑 比讚 然後哈哈 就點頭這樣子 尷尬的一個晚上 因為在那個活動的場地都是 30 40 50 60歲的人 然後都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都不認識 那我是要怎麼跟他們聊天 而且他們自己都聊得很high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們聊天 我只能就 他們跟我講什麼我就 欸 點頭 微笑 然後我就趕快吃我的東西 然後我還要負責把這個 神奇一整晚的素材 剪成一支影片 那我也不知道我會剪出什麼 應該會剪的還滿 垃圾的 就是 不符合我自己 平常拍攝的要求 但是 反正就 隨便亂剪啦 就 盡量花一個小時 瞬間把它剪完